字幕-3MHz 各位早晨 来到11月7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艾尔 今早是有索拉门集团投资及ESG 亚太区总监黄耀宗 Andy 为大家分析时报解答投资问题 Josen、Andy 嗨 早晨 大家好 美国总统大选全球觸目 最终特朗普又可以再度入主白宫 昨晚见到美股急升坐在身高赈兴 但恒指夜期就轻轻偏远 新局势对于股市或国类资产有什么影响呢? 今早会有Andy和我们最新分析 大家有什么股票疑难的话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国总统大选胜负已分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赢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 将会再次入主白宫 亦都避免大选结果出现争议的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星期三齐齐破顶 兼且创下收市新高 道指列口高开超过600点之后 最多急升1556点 高位健43778点 收市升1508点 升幅大约3.5% 收报43729点 标指高健5936点 收市报5929点 升大约2.5% 纳指升近3% 报18983点 少银股罗素2000指数升超过5% 而欧洲股市债偏远 市场预期特朗普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和大幅加征关税 将会重延通胀 美债挨股债息急升 美国10年期债息升到4.47里水平 30年期长债息都创了2020年以来最大的升幅 美汇指数一度升近2% 非美货币受压欧元日元跌大约2% 利安人民币跌大约1.4% 美元转强 金价一度跌超过3% 而加密货币受益于特朗普胜出 比特币高建近7.65万美元 纪录新高 相关概念股的认证炒高 Coinbase急升3.1% 特朗普媒体科技曾经升近3.5% 收市升幅收窄到6% 看其他的焦点美股 Tesla因为创办人马斯克力撑特朗普 股价炒高 高建议289.59美元 收市升近1.5% 报288.53美元 Google和亚马逊升大约4% Meta和苹果就轻微偏远 NVIDIA创新高 收市升4% 英特2升超过7% 另外华尔街大行全线上升 憧憬较宽松的监管政策 摩通、美银、富国银行和花旗 升超过8%至1.3%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曼美团和京东比港股跌大约1% 亚里和腾讯跌0.4%至0.5% 腾讯只宣布417.52% 网易微升0.3% 回公控股ADR只宣布73.16% 比起本港收市价升大约1% 港交所跌0.4% 比亚迪跌超过1% 小鹏和蔚来跌超过3% 看看今早做外围的市况 导致期货轻轻偏远 43882点跌19点 标志期货、纽纸期货也轻轻偏远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普遍向下 其中日本市跌大约0.5% 日经平均指数报39260点 跌219点 南韩股市跌0.7% 澳洲市跌幅近0.5% 新西兰市微升0.1% 看看恒指黑期的表现 看看可否对待港股开始初段的表现 有什么启示 黑期现在贼幅偏远 先和Eddie谈谈 外围最新的消息 对市况整体的投资 我们有什么留意的影响 特朗普连取多个关键的摇摆咒 锁定了圣局 确定可以重返法工 而且现在按选情体 共和党都很大机会 同时可以控制到参众两员 大家就会觉得特朗普 上台后 施政是否没有压力呢 会成为一个强势政府呢 以及今次看到大选结果 可能比大家预期更快定了输赢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所以市场松了口气 美股昨天就创了新高 究竟现在我们去判断后市的形势 可不可以说大选之后声势是没有原念呢 如果以今次的选举 当然最终一件事就是 大家估不到这么一面倒的 令到整个结果这么快可以出来 因为我们会看到 之前连联储局都要就着 美国选举要退一退一天 变成了这个 一来很少见 二来有些人就证明了 其实 就算联储局 明明说多中立性 多独立性 其实原来也有影响的 但是 无论如何 我觉得 如果就着现在这个 像是一片红海的一个政府上面 应该对于他们推动 未来的政策 是会顺利了的 不是一个笔脚入政府 这件事是两体的 有好有不好 看你说 市场那一刻想反映哪一面 例如好像现在 市场就会反映 会减税 21%减到15% 可以推动到 美股盈利增长 可能再升4%的情况 这些就是其中一些利好的 情景 当然 亦是会有另一面 就是有忧虑的那一面 那忧虑的那一面是什么呢 就是说 究竟你的关税 可能跟中国的关系 会是如何呢 会不会走得很差呢 可能中港这边又要继续打硬仗呢 另外的就是说 究竟这件事会不会推高到 整个通胀呢 甚至会不会令到 经济的那个 速度 就是放缓的情况又会快了呢 那这些 这一刻我只能说 负面因素市场好像 就不是好理的 那可能大家都觉得 等一月才算啦 等它上台之后 真的有预计才算啦 那就会参考过去 就是之前跟大家说过 其实美国的那个总统选举 很多时候 无论究竟是 党派有没有变 还是没有变 如果用一个中线一点的角度 其实都是看它的基本面 而且通常都是升为主的 通常派对秩序会是 如果参考过去啦 就是去到第三个月左右 才会比较 突然走远一点 就是大概一月左右 上台的时候 可能市场会 转下来啦 所以 简单来说 在这一刻 如果去看的 我会说其实 可以说之前是美国大选 令到有些资金 其实不断了 因为其实媒体当中 过去一段时间 有时就说 特朗普很大机会赢 然后有一段时间就很大机会输 那变了其实 这次林业 就是林总统大选之前 大家会看到 其实10月底到11月头 曾经回落了几天的 就是一个列口下来啦 但是如果我们由10月中 就是10月17号 下来到11月4号 那个日子 就是先派的短期调整 应该Irene都会记得的啦 我经常说短期调整 3-5% 如果在基本面 不是那么差的情况下 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调整 就可以成为一个 吸纳的机会 这次呢 就是曾经最大的调整幅度 就是3.1% 所以想说的是什么呢 现在只不过是因为 特朗普上台 结果出来了 大家将原本的一些 不明朗因素 消退了 变回明朗因素 而这个明朗因素 当然是有炒作 但纵使我说有部分 没有炒作的地方 其实都只不过 跟回本英美股的基本面 就是说这段时间的 业绩期啦 业绩期 其实 除了好过市场预期之外 如果以标普500 资金里面 高谈了416资金 跑资市场预期 而且盈利增长是6.71% 而那个 如果你说 一些不是巨型股 就是一些 大型 中型股 其实都是 不错的 就是OK啦 是的 因为之前有很多指示 提到 因为选择 就是那间总统选举 他们不敢放得太多 前瞻性的东西 所以 现在只不过是要反映 应有的基本面 我不觉得有太大的 过分炒作 唯一 就是我会觉得 昨晚突然间 小型股升了5% 这些就很明显是炒 一些类似Trump trade当中的 税务改革 一些题材 所以 在这里总括而言 现在美股 我觉得是在走基本面 应该OK的 是的 包括 就是那个 减息的速度 可能 都是预期啦 第二就是 个别 就是如果去看回 整体整个市场 很多板块 其实这次出现了份业 我觉得 就算不是Trump trade 其实应该都是会慢慢 反复向上的 那第三 如果是炒了Trump trade的 我会简单来说 就是要分清楚 短线还是中线 那中线的 如果就要看回一些 真是有基本面去支持的 短线那些 就可能 其实我觉得 如果没有基本面的 短线Trump trade的炒作 可能 考虑 谢谢大家